大家好,现在四川成都正在打车回去吃饭 因为今天早上没能去成熊猫基地 所以我决定了吃过饭必须得去啊 这段路的银杏树,哎呀我发现了成都这边的银杏树多得不得了 这可能是我见过以来城市当中银杏树最多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到处都是,真的,多得不得了 已经下车了,回到我住的附近啊 这边吃饭的人多得不得了 吃过饭的话,下午我们重点还是去看熊猫基地 已经到饭店了,看一下这些菜都自己选了 种类繁多,我来拿盘子啊 嗯,菜的种类至少有三十多种 菜已经打好了一碗南瓜粥 当然你可以喝年晚,一般我都会喝年晚 然后饭,然后菜有花菜,还有什么鸡肉 还有回锅肉,茄子 反正菜很丰盛啊,随便吃 吃过饭了,我们往外面走 这个现在是中午是吃饭人最多的 晚上人稍微会少一点 嗯,价格实惠 所以说就是百姓们的食堂啊 所以说吃饭的人才会多 在我的右手边还有一家一模一样的店 你就说厉不厉害吧 这个店就在这个店的隔壁 我听工作人员说这两家店是一家店 嗯,好像是一个老板的 所以说真的是身影好的不得了 菜的口味差不太多 好,我们出去吧 中午来这里吃饭,那就像打仗一样 因为人太多了,真的 身影好的不得了 不过还行 基本上你只要拿着盘子挨个去排队就行了 他那个菜你选好以后 然后是称重的 他不是说你吃多少打多少 一开始我那么说是不对的 他吃完一般称重 一般像一个人正常吃饭的话 大概在25块钱 就能吃得很好了 因为25块钱我记得能选挺多的菜了 我刚才那一共是差不多五样菜 差不多是25块钱 有的时候会打多多一点就28块钱吧 这个打多打少一点 无所谓的 也就平均算下来 差不多25到28 就能吃得很很很饱了 知道吧 所以说在成都这个地方 25到28就能让你吃得很好 很饱 这个平良心讲价格呢 已经算是比较的比较优惠了 我记得在上海北京的时候 你不要说这点钱了 你想都不要想 你就花50块钱 你都吃不到这么多快菜 所以说成都这边物价 吃饭的话 我在这边天天都在这边吃 其他地方我也没吃 所以说其他的你要让我下馆子 吃更好的 我还没尝试过 对吧 那个价格应该会更贵一点 但是像这个快餐 25到28 就做30块钱 那就打了一大盘菜了 已经很多菜了 知道吧 它好像是35块钱一斤嘛 500克嘛 那你想想 那个菜量已经很大了 我在没有来四川之前 一直以为这边的菜会特别辣 那实际上我在这边玩了一段时间 还行 一般也不是特别的辣 像特别像刚才那个快餐 快餐它针对的人群和口味 它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众化一点 它有些著名的川菜馆 可能它那个菜 那就口感就会比较辣了 还有就是你喜欢吃的口味 你可以自己去跟厨师说 所以说我在这边这段时间 就是改变了我没来四川之前的那种想法 因为来这之前我在想 即便是快餐啊 我估计那是不是都很辣 对吧 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但还好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它这个快餐店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就在于菜品种类丰富 就跟那个五星级大饭店吃的一样 因为我住过两次五星级的酒店 它那个基本上菜都是好几十种 随便你选 对吧 它这个就是打完以后你就称重了 基本上等于也是自己去选了 然后还有什么优点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什么时间你去吃它都有菜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 都是在接待你的 不像之前有的城市 它没到时间它是不营业的 没到五点钟 就是饭店它是不开门的 它这里是不存在的 知道吧 你像我们老家合肥也有一个 类似于它这样的快餐店 但是我感觉我们老家那个做的 没有它这个好 没有它这个好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中午我感觉还行 主要是晚上 晚上我有的时候五点到那边去 它可能菜都还没有炒出来 你像它这个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基本上四点钟就已经炒了好几个菜了 到五点钟呢人就已经很多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老家那个快餐店 那个老板能多参考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做的特别牛的这些快餐店 你多去看一下 对吧 多去市场做一下调查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可能我在国内跑了 有一百个城市了 我见的太多了 所以说我一看一吃 我就知道 对比一下 就知道谁的做的比较好 我们老家那个 他确实做的没有他这个好 因为之前我在合肥在南京 上海的时候 也有那个店开到外地城市去了 就是往往我五点钟到那边去 他只有一个菜 甚至一个菜都还没有炒出来 还都是中午剩的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你就是不管你到什么饭店去 人们最怕吃的什么 最怕的就是剩饭剩菜 要么就是冷饭冷菜 让你天天去吃冷的 吃剩的 你肯定也不乐意 对不对 你就吃个一四两次 你下次就不想去了 所以说一个饭店要想做到 不要让人们吃冷的 不要让人们吃剩的 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行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